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削面不配醋完全不行 因为山西的刀削面就得配山西的醋 才能整个提升自己的风味 把这凉拌菜盖上去 直接拌里边就形成了蔬菜拌面 这感觉是太棒了 舒服很重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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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很酷 吃一下这点花生米 不太脆了 来加点醋吧 醋好一点 点缀一下 小凉菜没有花生米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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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要去吃 最近有小伙伴私信里面留言 说是希望我吃一具飞鱼罐头 哇天 这种要求你们都 而且呼声很高啊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意见 然后可以在留言区公平给我打一下 好吧 然后我吸收一下大家的意见 再做决断 吃饱了吃饱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咱们的视频每天都会更新 拜拜明天见 哈喽哈喽 我是米饭杀手面条屠夫 农民伯伯的好帮手阿强 有人说我三千年就只有一件衣服 我要告诉他 换新衣服了 然后 然后我是觉得三千年换一件衣服 不应该呀 我天 三千年 难道我是这种千年神要白树珍呢 今天那个粉丝破碗了 之前有 有说过 粉丝破碗的话 我会吃一个麻辣烫 庆祝一下 今天咱们奢华一回 奢华一回 然后去国福他们家 采购一番麻辣烫 出发 喝完 哈喽哈喽 今天吃这个麻辣烫 哇 终于买回来了 麻辣烫 味道相当爽啊 这是我在国福他们家100块钱买回来的 哇 有点奢华 这是我应该是 在这应该是我半年内 吃了最奢华的一顿饭 是不是有点夸张 有点醋 麻辣烫没有醋 我简直有没法吃 嗯 麻辣烫其实就是豪华版的酸辣粉和方便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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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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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这麻烫没有醋没有灵魂 就像是什么,但是有点香 最珍贴的肥肉 就是有点香 不辣 是什么 但是有点香 很香 会不会有点香 有点香 有点香 很香 有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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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嗯 啊 啊 啊 吃饱了吃饱了哎呀吃了馒头大喊头个都湿了啊天吃的太爽了哎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晚上麻辣糖吃的是相当满足了哇天一份一百块钱我我已经基本上除了聚餐以外和请别人吃饭以外很少餐也吃这么奢华的一顿饭了今天真的超满足超大便 嗯OK感谢收看欢迎留言弹幕转发嗯拜拜拜拜哦不对点币投呃点赞投币收藏嗯OK拜拜拜拜感谢感谢